一架波音737克机在希腊雅典上空莫名盘旋 希腊军方派出两架战斗机查看 飞行员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飞机上所有人员都搭拉着脑袋 就像睡过去了一样 飞机上不见机长的踪影 有一位年轻男子走进驾驶室 试图操纵飞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飞机为何不降落 那位年轻男子又是谁呢 2005年8月14日清晨 太阳神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300克机 从塞浦路斯岛飞往希腊雅典机场 这架飞机的航班号是522 这次一共搭载了11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 其中许多乘客是前往希腊度假的 机组人员完成准备工作后 早上9点飞机顺利起飞 机长与地面塔台取得联系 要求爬升到34000英尺的高度飞行 然而 仅仅过去了几分钟 522号航班突然与地面塔台失去了联系 无论空管员如何呼叫都没有回应 但是根据雷达显示 飞机正在地中海上空飞行 朝着雅典飞去 并没有偏雷航线 从塞浦路斯到雅典 只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航程 可是522航班在空中盘旋的时间 却已经超过了两个小时 航管中心开始怀疑 飞机是不是在空中遭到了恐怖分子的劫持 飞机上的人有一点点减少 一旦飞机坠落在雅典市区 只怕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为此 太阳神航空公司立即联系希腊军方 希腊空军立即派出了两架战斗机紧急升空 查看522号航班的情况 战斗机靠近522号航班 并紧急呼叫机组人员 可是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于是 一架战斗机尝试靠近522号航班 近距离观察一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 当飞行员靠近后 却发现了让人气愤的一幕 522号航班的驾驶舱内 副驾驶低着头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而机长的位置上却是空着的 机长不在驾驶位上 副驾驶正在睡觉 飞机这样开 简直是太疯狂了 这完全是在拿 机上全部人员的生命开玩笑 当飞行员在继续检查客舱 又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客舱内的所有乘客 全部带着氧气罩 在座位上睡了过去 这简直是太反常了 然而 惊人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飞行员看到一个身影 晃晃悠悠地 从客舱往驾驶室移动 这个身影随后坐在了 机长的位置上 试图操控飞机 战斗机的飞行员确定 是恐怖分子劫持了飞机 于是 命令另一架战斗机 在522号航班后面 做好射击准备 自己则朝客舱内打手势 522号航班内的神秘人 做出了回应 但是 因为无法通话 飞行员无法得知 神秘人的意思 只见神秘人操纵着 522号航班突然左转 并且开始下降 战斗机飞行员 眼睁睁地看着522号航班 急速下降 坠毁在一个山头上 522号航班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神秘人又是谁 难道真的有恐怖分子 劫持飞机 522号航班的突然坠毁 伴随着太多谜团 战斗机飞行员 目睹飞机坠毁 却无能为力 他立即向希腊航空管制中心 汇报情况 并告知飞机坠毁的地点 消防救援人员 立即赶往出尸体间 展开救援 因为飞机坠毁在一个山头上 周围并没有人居住 也就没有造成二次伤亡 但遗憾的是 机上115名乘客 以及机组人员 全部遇难 坠机现场到处都是飞机的残骸 和被烧焦的尸体 坠机引起的山火还没有被熄灭 场面惨不忍睹 遇难者的家属得知这个消息后 痛不欲生 一位希腊小伙子的未婚妻 正是522号航班上的空乘人员 再过几个月 他们就准备举行婚礼了 在大家悲痛的同时 希腊立即组建了调查小组 前往空难现场进行调查 然而 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 调查员找到了飞机上的黑匣子 可是 由于飞机从万米高空直接坠落 黑匣子受损严重 里面的记录仪不见了 而对遇难者尸体的解剖 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事件报告显示 飞机在坠毁之前 飞机上的所有人都还活着 也就是说 在追机前 机上人员并没有出现意外 死于有毒气体 或者是经历过激烈的斗争 完全是因为飞机撞击而亡 那么 最后出现的神秘人到底是谁呢 调查人员在对驾驶舱残 还进行整理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 最后操纵飞机的神秘人 竟然是飞机上的一名空乘人员 那么 由此也就排除了 飞机是被恐怖组织劫持的设想 可是一位空乘人员 为何会去操纵飞机呢 随着坐舱通话记录仪的找到 所有的谜底都揭开了答案 一个小小的开关 522号航班的当班机长 汉斯莫顿 是东德人 是太阳神航空公司 因为假期繁忙 临时雇佣来的特约飞行员 副驾驶兰博斯 在太阳神航空已经任职五年了 两位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在飞机起飞前 驾驶员对飞机上的设备 进行了全面检查 这是飞机起飞前 不可或缺的一道程序 一大早 通乘人员就在为飞机起飞做准备 其中有一名空乘人员 叫做安德利 虽然他现在只是一名小小的空乘 但是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 为此他还考取了商用驾驶执照 这是成为太阳神航空机长的第一步 当天 安德利和同为空乘的女友 都在这架飞机上 飞机刚刚起飞没几分钟 驾驶舱的警报器突然就响了 这让两位驾驶员都感到非常诧异 因为警报声是飞机的起飞设定警报 这个警报声只有在地面时才会响起 而一旦响起 就表明飞机有故障 暂时不能起飞 副驾驶兰博斯赶紧检查飞机上的设备 而机长汉斯莫顿 则用无线电与太阳神航空公司的 签派中心取得联系 但因为汉斯莫顿是东德人 地面工作人员根本没有听清他的口音 与此同时 飞机上的警报灯也响了起来 也就是说飞机上某些系统过热 汉斯莫顿继续尝试与地面工程师沟通 但客舱内却开始一片骚动 氧气面罩自动弹出 吓了许多顾客一跳 空姐淡定的安抚乘客 让他们把氧气面罩戴好 客舱内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包括空乘人员在内 他们正在等到驾驶舱给出指示 然而机长对外面的情况并不知晓 他还在寻找飞机出故障的原因 以为是飞机的冷却系统出了问题 地面工程师让机长查看一下 增压板是否处于自动模式 但是因为语言沟通有障碍 再加上缺氧导致头晕氧化 机长已经来不及思考 只是自顾自地询问冷却断路器在哪里 没有办法 机长自己起身去寻找冷却断路器 却没想到晕倒在地 而飞机上的氧气只能提供12分钟的氧气 12分钟后 机上的所有乘客都陷入了昏迷 这也就是为什么战斗机飞行员看到所有乘客 都带着氧气照在昏睡 驾驶舱却看不见机长身影的原因 经过仔细的排查 调查员发现 问题确实是出在增压板上 增压板通过加压来保证乘客有足够的氧气 在正常情况下 增压板都是在自动模式下 可是522号航班的增压板 却处于手动模式 原来是在飞机检修的时候 为了测试飞机后门密封情况是否正常 维修员把增压板调到了手动模式 事后忘记调回自动模式 而驾驶员在检查的时候 也忽略了这个问题 飞机起飞后 机舱无法自动增压 这才导致了飞机上严重缺氧 但其实飞机曾有一线生还的希望 就在空乘人员安德烈的身上 安德烈在成为空乘前 曾是水废潜水员和退役的特险队队员 所以他的废活量比一般人要好 随着飞机上缺氧越来越严重 驾驶员还没有给出指示 于是安德烈便利用多余的面罩吸氧 晃晃悠悠地来到了驾驶室 看见倒地的机长和昏迷的副驾驶 安德烈曾试图给副驾驶和机长戴上氧气面罩 让他们恢复意识 但是失败了 为了机上所有人的性命 安德烈使用机上自带的氧气瓶 尝试驾驶飞机 不过 安德烈虽然考取了商用驾驶执照 但毕竟没有经验 当他发现战斗机后 做出求救手势求救 但是对讲系统出现了故障 战斗机无法准确获得他的信息 最后 飞机上的燃油耗尽 向下俯冲 此时安德烈仍在尽力 让飞机保持平衡 减少冲击力 谁也不知道 安德烈那时的内心有多么的无助 直到最后一刻 他也没有放弃 然而 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飞机落地巨大的撞击 夺走了所有人的生命 空难发生一年多后 希腊政府给出调查报告 因为机组人员一连串的失误 导致了这起空难的发生 空难发生后 塞浦路斯向半旗三田 来悼念这次事故中 121名遇难者